《獸醫順傷》 《獸醫順傷》 今集說什麼 食屎狗 人們經常說狗改不了吃屎 但食屎狗真的這麼常見嗎 這兩樣東西都比較常見 其實牠們會有時吃自己大便 甚至乎吃其他狗大便 吃貓大便、兔大便 那些都有 其實最近2018年 有篇文章說 大概23%的狗仔都會有這種傾向 我們見到什麼品種 其實什麼品種都有 例如沉迴犬、瘀毒、藥室 都會比較多 唐狗那些比較少 那為什麼狗狗會吃屎 狗仔出生的時候 牠們會幫牠們捏大便 幫牠們清潔 牠們有其中一個理論 就是小時候 因為被牠們捏開 牠們發展了一個習慣 有些動物就會長大了之後 牠們不吃 但有些牠們持續一輩子 都是這樣吃 但其實現實來說 也未必一定是這個 第二個說法 就是牠們的祖先是狼狼 其實是會去吃大便 如果牠們自己病了 那些大便很骯髒 牠們就會吃掉牠 因為牠們的大便出來 有些寄生蟲 是在大便大概要 隨時兩三天 牠們才會爆出一些寄生蟲 感染率就會更加多 神祖吃了牠 便降低了牠們的族群寄生蟲感染率 除了因為天性 狗仔本身有寄生蟲 腸胃問題 肝病 營養不良 異食癖 老人癡癌 或者分離焦慮症等等的病 都有機會令牠們吃屎 除了病 就變成有些行為性的問題 狗仔可能餵太久 不夠食物 主人沒有跟牠們玩得不夠 所以壓力是其中一樣 通常狗仔可能曾經試過 在大小便 在一些不對的位置 而有主人責備過牠 有些老狗行不到 牠會大小便 不在正常的地方 牠會自己吃回 就是不想主人責備 另一件事是特別 喜歡吃東西 很貪心 吃東西吃得很快 狗是特別容易 有這個吃大便的傾向 很貪心吃東西的動物 就會拿起屎來吃 這麼多原因 會令狗狗吃屎 那究竟吃屎 對狗狗又沒有害 牠如果本身是 家裡養 又不怎麼出街 又沒有接觸其他狗仔 或者沒有吃其他狗仔大便 對身體又不是絕對有害 當然吃了別人 那些 你要看看別人的 有沒有病 有沒有蟲 如果牠有三門士菌 大腸礦菌很多 那些都會有風險 別人有藥 有機會有風險 因為有些藥 例如化療藥 有機會中毒 怎樣才可以 令狗狗不再吃屎 其實嚴格來說 最好的方法就是 牠一拔了你就拿走了牠 大逛街的時候 拉繩、拖繩 盡量不要讓牠 接觸到其他大便 這個訓練來說 是會有效些少的 當然多些跟牠玩 給牠玩具牠咬 還有多些運動 讓牠轉移一下牠的注意力 還有另一個可以做的 就是指令 教牠們不要吃大便 例如叫牠們Live it 叫牠們不要碰 但是千萬不要罵牠 不要責備牠 這個是絕對negative 有機會更加咬得眾多 其中一樣的制製方法 是戴口罩 但是戴口罩有時是壞處 因為通常戴口罩 他都是會吃的 吃的時候 有時口罩整塊面 都會變得更加麻煩清潔 所以口罩是自標不自本的東西 坊間流傳給狗狗吃一些特別的食物 去改變牠糞便的味道 或者直接加一些不同的味道 去狗狗的糞便入面 令牠不再喜歡吃 但獸醫就說 其實成功率不高 亂吃東西也有風險 就無謂試了 另外亦都建議先帶狗狗去看一次獸醫 如果是因為有病而吃大便的話 就要對症下藥了 如果大家對我們剛才說的狗狗吃大便 有任何疑問 可以在底下留言框留言 我會盡快去集福你們